哈喽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YOU34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呢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最近我做了一个决定 退订了这个 美国亚马逊的这个prime会员 也就是说我不再去续费这个会员 美国亚马逊的这个prime会员 它具体有哪些服务呢 或者是大家比较常用到哪些服务呢 首先大家会最常用的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two day shipping 也就是说在美国全州 它可以保证两天以内 如果是上面有这个prime会员标志的话 它可以两天以内送货 到可以送到 实际上这个可能在国内 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非常新鲜 但是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多州 它的这个地面运输 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实际上要达到两天的这个到货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 或者是会产生更多成本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愿意为这个服务付出更多的代价 那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它有非常多关联的内容市场 比如说亚马逊最常见的 这个Amazon的prime music 这样的话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欧美流行音乐的市场 是你如果是会员的话 这些是免费提供的 那当然它其实还有一个叫Amazon的unlimited 它那个市场的话就相当来说是更加高端一些 就是它的音乐市场的这个内容会更新 然后它的这个版权内容会更多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的话 Video 它有很多这个电影 除此以外的话 它还有这个Audible 就是它的那个有声读物 我以前一直提过 就是包括我之前在介绍IQO的时候都提过 说的确这个亚马逊和这个谷歌市场相比而已 的话就是它有比较好的这个内容市场 这个内容市场的话 的确会带来非常多的增值服务 生态集成方面也有非常多的帮助 但是为什么最近我决定就是退订了这个会员呢 一方面就是说同样的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会员服务呢 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能够很好的利用得到 一方面像这种2-day shipping 其实上我毕竟海淘的频率也不是那么高 另外就是亚马逊的这些内容市场 实际上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竞品 而且我可能更多的发现这些竞品的话更适合我 就是比如说在Amazon的Prime Music 这个APP的话实际上我早些年一直用 因为我既然是会员呢 我肯定会用 那最近的话就是近一两年的话 我会用到Spotify更多一点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这个音乐市场上 我会更加偏向于这个Spotify 那当然不是说Amazon Music没有好处 Amazon Prime Music的话 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它的那个歌词 也就是Amazon Prime Music大部分的那个 欧美流行音乐里面是你可以直接去点选这个歌词 可以看到歌词的 但是在Spotify里面是实际上大部分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歌词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劣势 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可能相对比较小 所以后来我还是会继续用这个Spotify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Amazon这个video上面的话 实际上相对来说 就在这个市场里面它不是一个第一领跑者的一个概念 就相对说它有点像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像这种Netflix 像HBO 像Hulu这些 它其实就会相对来说这个内容更好更新 所以的话我还是一个忠实的Netflix的用户 另外的话我觉得比较纠结的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audible 就是亚马逊的有声读物 实际上亚马逊有声读物 这个audible也是亚马逊收购的一家公司 但是它的内容里面有一颗板块是 Full Prime会员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Prime会员的话 可以享受到非常多免费的有声读物 这个我在开车过程中实际上是用的比较多 现在的话我可能比较多的是用这个Spotify里面的TedTalk 所以这部分的话可能会有些差异 但是也不得不去接受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价格 它的价格实际上最近做了一个提价 就是原先的话是99美金 现在已经涨价到119 那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差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 如果我真的是不是用到它非常多服务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实际上之前已经自动扣费了 所以亚马逊还是一个非常厚道的 就是说已经过了大概十几天 所以我现在去点reform的 它实际上还会把今年的全款会退给我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展现了一个大公司比较好的鬼门 所以它这个还是不错的 至少售后这部分还是非常的值得信赖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我现在发现 在国内的话 如果你使用这个Amazon的Prime Music 实际上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明显的卡顿 原因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 它对Spotify来说 Amazon Music在国内这个体验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特殊一些 特别是像我一样在国内的话 如果真的去采购一些国外的一些内容市场的服务 可能就会相当于说比较难选择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 当然某宝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容 大部分的话它们可能会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不管是它订阅时间或者是真的有效期 实际上大家需要去甄别 所以就不是那么好判断 好的 今天的大致的一些内容就这样一个 好的 今天的这期节目大致就是这样 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